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又是我内哥讲健身 刚刚212的预赛已经结束 现在内哥就为大家整理出最新的消息 看来212的前三 杯子三位莫属了 有19年的冠军Kamal 20年的冠军John Clarida 也就是平云龙的弟弟 然后第三位就是Angelo Calderon 去年在奥赛上获得第四名 在第一轮被叫出first call out John Clarida 冰龙的弟弟基本上是稳坐C位 因此那个认为Sean应该会是本届212的冠军 没想到Sean还能往他这小小的身躯里 继续堆肉量 他的维度比起去年更大了 而且看起来也更阔 哈喽反而给那个的感觉 他是退步的 因为比起去年 今年的维度 让那个感觉是有明显的缩小 但是肌肉的细节 以及质感还是非常棒的 哈喽和Sean 他们两人的背都是充满细节的 两位的状态都是非常的棒 但是那个依然认为 今年有进步的Sean会拿下冠军 虽然在Top3的对比环节中 Como站在C位的时间是比较久 不过那个依然还是认为 Sean的经济状态呢 还是更胜一筹 因此Como应该会是拿下第二名的 第三名的就我们的Angelo Calderon 他唯一的决胜点在两位当中 就是他的维度比较大 正面的细节也是做得蛮不错 但是一转到去背面就很明显看得出 是不如前面两位的 比起两位 Angelo的背只是宽而大而已 细节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 而且他整体的后侧链 背部也是感觉比较肿 比较水的 因此Angelo应该会拿下第三名 这一次212的预赛结果 如果不出什么大问题的话 在今天晚上决赛的时候 成绩的公布应该就会如下 第一名 John Carrida 第二名 Como 第三名 Angelo 那这三位的排名就会和去年是一样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去年的冠军 Derek Lumford已经是越级 跑去挑战公开组 因此少了冠军 三位的名次也顺其自然的提升一个名额 神童Keon虽然他是有被叫出第一轮 可是过后裁判细分过后 神童最终的名额会是在top4至top8之间 神童被叫出的时候 他是稳战C位没变过 在决赛里 神童就被稳稳的定在了top4位置是没变过的 有一说一 神童这一次的状态真的是做到非常棒 比起去年14名的他 今年真的是进步太多了 而且也明显感觉得出 神童的维度是比之前更大 虽然神童这一次的状态是做到非常的棒 但是还是不够干 他的经济状态还是和Sean和Kamal是有一段距离的 不过那个认为如果尽管 一软神童他能来得更干的话 呈现出更多的细节 那神童将会有可能可以打败第三名的Angel 因为许多职业选手 他们的做法都是在预赛前有所保留的 到决神职业他们才会把自己秘密武器搬出来 因此神童替人是保持躲闪的 好了最后一位是我们所关注的 拼云龙 说真的拼云龙一走出来 正面是非常的棒 腰是非常的细 而且腹肌的刻度也是非常的深 但是拼云龙转去背面的时候 说真的尤其是站在神童的戈壁 那一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感觉得出 拼云龙这一次的状态不如泰国那一场来的那么的好 拼云龙是被第二轮叫出的 以他所占的位置 名次大概会落在于第10至第12之间 能拿到最好的名次也只是第9名而已 很可惜真的是很可惜 无论是维度或是感度都不如泰国那一场来的好 那颗真希望是因为直播再加上奥赛舞台的光线不如泰国 所以这一次拼云龙这一次他的体态 没有呈现出像泰国那一场那一种张力 那一种视觉的冲击感 还有一点拼云龙整体的腰都是比较偏长 因此在打212的时候 就如在一个视频中提到的真的是非常吃亏 再加上拼云龙的身高在212里面算是蛮高的 有173或175 因此在被限制的体重下 拼云龙整体的维度还是会比较吃亏 拼云龙还是有很大机会能进到今晚的决赛 在这里为大家科普一下决赛就是说 评判会选出今天在预赛最好的死位进入的 因此拼云龙如果是能进入到决赛 那就非常棒了 也希望他会是有所保留 因此这一场的经济状态是没那么棒 把他的秘密武器 也就是泰国那一场的状态在决赛拿出来 希望拼云龙是有那一个机会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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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